这个憋气是人最痛苦的一种感觉 非常冰死的一个感觉 这里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肺移植中心 我的肺反正没有一点好处 他们每吸一口气都非常非常费劲 对于肺部重症患者来说 他们不仅需要全新的生活 更需要一个全新的肺 老李怎么样 你真厉害呀 你这就浪漱了半年 要来那天您不是羊了吗 你觉得这两天船比之前要重一些呢 对 往那走 在那躲 这两天不太好 怎么不好 就是胸口憋着很过气了 是不是要去 右侧我估计里边是有点痰 把你的气道又堵了一下 所以你才有点憋的 病人出现了肺部的疾病 当他越来越重的时候 他一定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喘气 非常困难 相当一部分病人在那个中末期生活 都是非常痛苦的 你知道这个憋气这个症状 跟那种临死的感觉是密切的联系的 所以有一句俗语说明在腾痛面前 有英雄在憋气面前难谈抑制 就是说明憋气是谁都受不了的 当我们用内科所有的治疗手段 依旧解决不了这些病人的问题的时候 肺移植就是一个选择 那我们最最常见的疾病 就是我们慢足肺病 还有一大类人群呢 其实在咱们国内是占的最多的 那就是肺鲜明化 机身与子的患者 超七成有着肺纤维化困扰 从胸闷 气短 咳嗽等表现 到不断恶化 需要肺移植 疾病的发展极为迅猛 通常只有几个月 甚至几周 老郑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冒险 还有他的份 老郑的一口气 由不得他做主 他就最远到厕所 还得歇下 老郑家中那两条十米长的软管 被连接到一台大的制氧机上 这个是给我们家西洋室的 睡觉用的 管来 然后睡觉 待着室这根 外边是睡醒了 然后通过室出去到沙发上 然后再室那根 过去七年前 老郑的肺一再遭遇重创 2019年 老郑被确诊为肺癌 经手术切除部分肺液 成功闯过生死关 之后的他通过不断康复训练 才收获了常人的呼吸 但一次感冒后 老郑的喘边却突然加重 再检查 才发现他的肺部 已如石头般坚硬 长满了纤维化的物质 正常的肺脏是非常柔软的 因为它大部分都要含气 才能完成它的通气换气的功能 纤维化的肺脏呢 它有的重的就是逐渐就硬化了 整个这个气进得去 它出不来 几天我这肺就不行了 现在是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 咱啥都没敢 要洗个脸刷个牙还痛 喘得更厉害 这续养想得特别快 就是不能动啊 你在沙发住宅待着去 你稍微动而已点 就是你倒杯水 它都会续养 立刻就降下来 我有时候我都想 我都快愈了 一听它壳子 你说你再跟你讲 这些就是那难受劲 能好好喘口气 对老郑来说 也成为折磨它最深 最痛的伤口 它难以行动 难以交流 甚至难以入睡 但即便这样 续命的致氧机 也无法再满足老郑的需求 而他最好的支持者 妻子 除了分担所有生活重任 照顾难于自理的老郑外 也渴望着一场巨大的 彻头彻尾的改变 走了 咱们去 还是七层吧 对 还是七层 好嘞 一 二 三 为了活命 老郑唯一的选择 只剩下换费 但他能否达成心愿 还要过陈文慧这一关 得使这氧气了 推吧 推吧 你别走了 他一走 睡仰菜就下得快 要不早又回来了 对老郑 陈文慧有自己的担心 老郑 你这个睡眠怎么样 睡眠没问题 吃东西也没问题 心态挺好的 是吧 什么都没问题 行 就是憋气 肝脏有一个站位 他们怕是转移的 他爱人可紧张了 就怕那是转移 他没有移植的机会 所以如果说 有一个什么样的治疗 让患者在治疗前后时 完全不一样的话 非移植 算是一项典型的 这样一个技术 在非移植之前 患者就到了一个 痛不欲生的程度 非移植之后 完全是一番新甜点 这移植前的生命 和移植后的生命 总体的生命的获益 是一个有个最佳的点 这个点的掌握 是由医生 经过多方面评估来确定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杜苏瑞残余环流 持续北上 从昨天开始 华北黄淮一带的降雨 逐渐展开 中央气象台 已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当前 黄山区大石河流域 巨马河流域 已出现超标准 巨域暴雨红色预警 上午发布 天时7点30分 升级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 7月29日起 受台风影响 北京及周边地区 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 正在等待评估结果的老郑 有些焦虑 房山北路远 他们居住的小区 成了重灾区 人家那电影院呢 看梁香影院 也这么多水 看到吗 这是马路 是梁香影剧院那个 那条马路上 是不是大勇他们算 他们屋进水厉害 他们离着那个寥寥 那门近呀 汽水一点点上涨 从脚腕到小腿 再到胸口 小区断水 断电 通讯失联 而老郑的儿子 还被困在家中 此刻 陈文慧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喂 学长 喂 学长 我去看看那个高宇 高宇 知道哈 别着急啊 现在憋得慌吗 这个女孩叫高宇 悲剧性的故事 在她身上一再上演 因为白血病 她进行了骨髓移植 移植后的肺排液 又让她不得不进行 肺移植手术 好不容易从死亡的 束缚中挣脱出来 高宇如今 又经历着难以想象的 感染大惯 你说她是不是还是 肺泡通气量不足呢 能不能再给她那个 又上费 再灌出一个NGS呢 给她送个免费的 他们就对 就是你找他们送免费的 他们家经济条件 也不太好 对 你没事 你就说 就必须免费 哎呀 那小孩吧 才十几岁 你知道吧 就白血病 然后 他们家 他妈妈又是一个单亲家庭 他妈 他妈自己看她 你知道吧 肺移植树后的患者吧 特别像瓷娃娃 管理移植的这几年 你就跟着患者 就处在这个生死游离的 这个边缘在晃动 其实生命特别脆弱 就是你从这个人 可能你觉得还可以 到他突然急转直下 可能这个时间 有时候都给不了你太多的反应时间 生和死之间 就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有时候生命还非常坚强 这是最极端的两种情况 你知道吧 有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病人 你都觉得心里可能快无望了 你都觉得你还能救过来他吗 但是有时候病人非常非常坚强 然后很快就和你一块就挺过来了 你就像那个小高宇 就是我那天去监护看他 我当时就觉得 可能我这回不太能 不行 不行不行 真的我当时就觉得 他可能帮不了太多了 那时候状况太重了 但是就我 包括管他的那个蔡大夫 就我们俩就不停地去看他 当然那些也都很惊心 他慢慢就挺过来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好几次 当这个患者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的难过 他的朝思暮想 他的这种寝室难安 这个我们是看在眼里边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对患者 有感情的大夫 他真正一个对患者负责任的大夫 他真正把自己的很多的 个人的时间 精力 乃至健康 都是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你知道他多累 他常规的 早上是常规的七点多钟上班 到晚上九点不下班 十一点不下班 后半夜还在病房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子夜夜了 你那个高奔营还烧吗 那个谁小贩 不烧 还行是吧 这次都没烧 那个谁CT还没照呢吧 那个 应该是那个还没回来 去了 刚去 行 那个正风呢 因为他之前不是做过一个 磷癌的一个手术吗 因为从这个PATCT讲呢 一个是咱们残端 是没有发现 肿瘤复发的一个证据的 第二个 他纵隔淋巴结代谢 也不是很明显 目前也没有肿瘤转移的一个证据 陈文慧没有找到肿瘤复发的证据 这意味着老郑获得了手术机会 他太渴望一个心肺了 再也无法忍受 难以活下去的疲倦 而能否成功等到肺源 却仍是一个未知数 没有捐献是没有移植的 你一定要等到 和你大小血型 配型又配得上 然后这个质量又合格的供费 那这可不是你想说 啥时候有就啥时候有的 每年的捐献现在逐年 其实是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但每年大部分的这个肺脏 是没有被用到的 没有被用到的 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可能你比如说 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人家捐献了他做不了 那还有呢这个肺脏 就质量不合格 我们能等到一个相对评估下来 可以应用的用费 这个是比肝肾需求的条件是高的 今天刚来的吧 挺好的是吧 那真啊 有几个任务 一个呢就是营养 但对于你来说呢 你也是属于偏胖一点点的 减育 对 尤其是肚子大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 跟你后边的手术什么的 都有相关 如果要是太胖了 你这个心肺功能可能不够用 陈文慧当然清楚 老郑这七年是怎么度过的 一张床 就是一个男人的天地 老郑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坚持要赌一把 但事实上 在此前 陈文慧就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过老郑 即使成功等到费 后面还要不断地闯关 就是我们这个做移植 很大的一个获得感也好 这叫成就感也好 就来源于 就是这个患者 能回归正常生活 能回馈社会 所以这个当然 就是它的这个A面也好 正面也好 但是你想达到这样的结果 这一定是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肺移植的为数期的生存 也只有90% 最高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为数期 这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已经在十个月里面死了 有可能就是 由此 所以她也还没救到她本人 而对于她的家庭来讲 也陷入了一种 就是无敌的生存 你看你这个肺里边 没有什么有正常的了 你就这个还剩 这个右边 这个还剩一点 里边这都是气胸 这肺都白了 然后这皮下都是气肿 你看没有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她没做什么工作呀 就在食堂上的那边包 那你们家经济很一般了呢 经济条件 因为肺移植这事呢 对于你来说 一个是风险的问题 第二个可能对你经济的挑战 会比较大呀 医疗上说我质疑我花多少钱 来决定我这个 我到底去治不治这个疾病 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 你明白吗 你觉得人的生命是这么权衡的吗 肯定不是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确实就是我们面临的 它的社会经济因素 比如说一些沉废的 一些慢走经常是什么呀 他到了程度了也特想救 但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救 他自己也是有这个意愿 是不是 他也查过后续症 他也害怕 但是我们那位大夫就说 他如果不做肺移植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就是 人就没了 人都憋死 能否进行肺移植 从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决策 除身体条件移植效果外 陈文慧详尽地询问着 患者的家庭关系 经济情况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难以选择时 如何做更好的选择 这个问题 不断拷问着医者 我基本上隔日跑 中间不跑的这个时间呢 就做做力量训练 核心训练 其实起因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有一阵精神状况就特别不好 每天都特别疲劳 特别憔悴 八分四十二秒 显重的第一 少有人知 陈文慧不仅是这些病患的医生 二十年前 他曾经还是病患中的医员 每次运动完 尤其跑步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心情会转好 就会释放压力 2003年 陈文慧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时任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王晨的研究生 而他面对的第一课 就是SARS 我们当时课室里 有好几个大夫都感染了 早期也是浑身有点酸疼 但后边呢 你就逐渐会有点喘气的困难 每天都能见到 拉着盖着黑布拉出去的人 而且那些人可能都是 过去没有什么病的人 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 是有一些恐惧的 医务处的那个处长 因为他当时他是最重的 撑了可能得将近一个多月 才把这个医务处处长救过来 但是现在你经历了这段时间 你其实是有心理的一个成长的 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 我们是要以病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 那天我就跟我们的大夫就说 我说当医生呢 你要认识好两个事 一个就是责任感 同时你还要有一种职责 这是你需要完成的 他做过病理科大夫 所以他对于他人体的构造 对一些病变的特点 特别是肺移植相关的病理学 和发病急转 等等病理形态 功能这方面 特别一般医生更深刻地理解 这对于他做肺移植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他又说过比较严格的内科 特别是呼吸与微重症医学专科的训练 他对一般的呼吸病的理解 鉴别诊断 诊断和处理 是非常规范和到位的 尤其对肺移植相关的这些 微重型的这样的患者的处理 他有很丰富的经验 也许只有吃过苦的人 才知道欢乐是什么 中日友好医院 肺移植团队的好大夫 刚刚获取了一颗公费 两种人 我已经在救护车上了 估计15分钟差不多就能到医院 保证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这个是成通费的 这个是我们的器械箱 你随时要保持跟外界的联系的创统 包括哪有评估 哪有供企学维护 哪有获取 这些信息都要第一时间要安排 为了最大程度保存肺的功能 肺离开人体后 医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把肺移植入瘦体内 老郑已做好准备 全力走向移植的路 加油大夫 加油 紧张 好好配合早点上 加油 加油 不用紧张 我们在外边等着你 这一刻 老郑百感交集 他希望活着走出来 用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身体 陪妻子去看看更远的风景 此时 来自陌生人的生命馈赠 已抵达医院 老郑需要进行双肺移植 手术室内 麻醉医生正在对老郑的心肺功能 进行评估 他们要先做右侧 右侧肺对吧 我们就左单通 就发现 25分钟的时候 就二氧化碳升得很高 养分压就68吧 就是无法单费 完成那么长时间的手术 经麻醉医生评估 术中必须用ACMO 为老郑维持循环 而手术室另一边的医生 则开始小心取出公费 我们在获取的时候 他有时候需要把他里边的血 都清空了 如果需要清过 觉得现在清过得不太好 回来我们就再换一顿 医生通过按压 检查公肺内 是否有残留血栓存在 肉眼可见的黑色物质说明 专线者可能有吸烟习惯 造成了碳膜沉积 现在医生开始修剪公肺 我们动脉要进来 脂气管 方便移植的时候 去血管 肺移植 全世界难度最高的 移植手术之一 对于主导医生梁朝阳来说 每台移植手术 都是人道与天道的对决 医植它主要是每个人的 个体因素 差别非常大 因为病情变化 是顺心外面的 梁朝阳首先打开了老郑的胸腔 麻烦的是 四年前的那场肺癌切除术 使得他的肺脏和胸腔 产生了粘连 而肺脏外不满血管 需要一点点剥离 这意味着梁朝阳下刀时 出血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台上大出血 主要所有的外败 都碰到我 对吧 99.9%能够控制住 有那个1%控制住 那个必死无疑 因为我们全身最重要的 两个脏器就在胸腔里 心肺 所以我们提前要阻断 包括我们这个 整个胸腔的这些血管 要进行一点一点的止血 让它整个肺下来的时候 不至于发生大出血 这个是对于外科大夫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梁朝阳小心翼翼地 将老郑的幼肺剥离出来 而要取出幼肺 需要继续切断肺动脉 肺静脉和一侧的支气管 仅把血管阻断这一步 就让很多外科医生 望而却步 就它这一步呢 就填加心房 就必须要加 才能够把这个口罩开 才能够把供体的心房 和受体心房 才能缝上 这把钳子加 加深了就很容易停跳 死在台上并不新鲜 梁朝阳一边操作 一边紧盯监护 以上数值的变化 老郑的妻子 儿女 正在手术室外等待 尽管已做足心理建设 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 他们的脸上 仍写满了焦虑 不安 比较紧大 真比较紧大 本身风险息数比较高 然后这个手术其实挺大 不愿意让长辈受这个火 不知道这个疏后到底是 一个是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我说就比较 他年龄也不大 说真的 说手术中的什么 这风险大风险还挺多的 就是把手术做成功了 我现在最大心眼就是这个 手术台上的梁朝阳一言不发 关键节点来临 老郑右侧的病肺要被取出 这意味着 一颗全新的肺脏 正被放进老郑的胸腔 此时 心就肺脏动脉 静脉 支气管的吻合 也困难重重 老郑体型偏胖 胸腔狭小 心房的遮挡 让梁朝阳进行缝合时 视野范围极小 首先视野不好 看不了很清楚 很多地方太深的地方缝 空间狭小 你的针 它转不过来 强行旋转 那可能就豁了 劈了 一般的手术 你只涉及这个病人本来 对移植来讲 你必定要涉及到另外一条命 如果说一旦出了问题 一旦那个问题 实际上是两条命的问题 而不是一条命 缝合的针距太密 会造成缺血 反之 会造成漏气或漏血 这挑战着梁朝阳的经验 下来 晚上八点 新的肺脏在老郑胸墙内灌注成功 这一刻 老郑获得了新伤 对 这是那个 切齐那些两个肺 这是左肺 这是右肺 两边都给它换了 肺移植 这个患者要闯关 说前你在闯什么关 你在闯你能不能等到供肺 你能不能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下等到供肺 然后你就闯手术这关 你得能下得了手术台 下了手术台 你得闯监护室这关 监护室 我得把血压稳定了 我脱了护移机 脱了这个ACMO 然后我进到病房 那病房我闯排疫啊 感染啊 其他脏器的各个关 我闯过关以后 我就出院 出院以后 那我闯一个月三个月 一年两年三年 一关一关的 你闯的时间越长 就意味着你活得一定越长 马正 你那个呼吸的形式 还是有点不对 你习惯了那种浅快的呼吸 你老觉得不够 但现在其实你状态要好一些了 你深吸一口气 吸到底 慢慢吐气 慢慢吐气 对 慢慢吐 17年3月到现在 我也管理了 得500以上的移植的病人 再加上我会诊的 在外边会诊的病人 已经相当的一定的数目 所以这些病人 都是一点一点看过来的 所以你对这些病人的 这个病情变化 其实在心里 你是有一定判断的 所以在患者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或者是在你 在他们管床的大夫 还没有发现这些病人 出现什么异常的时候 你再去看 你已经发现异常了 你就要提醒他们去注意了 实在想家了 是吧 受不了了 终于该放回去了 是吧 不能在这儿再待着了 要不然受不了了 你现在说后一个月 一个多月了 一个月 少年20号 那我觉得你这样 你可能节后 差不多10月20号左右 你就得再回来 你回去小一个月 但中间一定得查血 是你的患者 你最终希望的是什么 他能康复 他能在你的诊疗的帮助下 他能得到他的一个预期 像好多疾病 现在医生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医生是什么一个职业 他是在你生病的时候 可以给你从心里到身体的 医疗照护的这么一个人 我一直在说 这种病人的医疗 要留在你的读病 那是在你生病人的医疗 这种病人的医疗 是什么医疗的 人生病人的医疗